荻露 創業當然 第一個就需要資金 為了開觀的財源的雙手 所以我們政府 特別的財產法人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跟台語的獨六分行合作 由這個貴金提拔一億元的這個金位 那由我們這個縣政府這邊辦理一些審查 邀請所有的單位來一起審查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我們在地的民營館 我們說是風頭水位 本身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館室 所以我們有很多鄉親 他就是最最重要的創業 但是他都沒有資金 所以我們提出這個計劃就是 所以說不用這個郭靖林 也不用這個當勞品 我們把他們七檔 最多都代五十萬 我們也希望我們在地的鄉親 是要受過我們這個縣政府的一系列的課程 所以包括我們這個創業的輔導 跟我們這個分身 我們也會去幫你方釋 也會幫你輔導 因為我們的這個篩選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重金帶下去 所管長他推這個進行 最主要就是要照顧我們在地的鄉親 希望我們在地鄉親 可以用力來參加 我們總共五條 這五條都是原則上 我們有年是要補助十八 算十八五 今年我們希望會撒到四十五 也要在地上 我們進入這個庫町 你想到你就知道 這個行業是要怎麼做 因為這個不斷可以安定我們的生活 不可以改我很多社會問題 我七年急升 然後本來想出來創業 但是就是身上沒有很多錢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方案 然後就去申請 然後他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很有幫助 因為他主要就是 我沒有我身上沒有什麼財產 所以我沒有什麼保品 也沒有什麼保證能 可以幫助我 然後剛好政府這一個方案 可以讓我就是借到這五十萬 那雖然這筆錢 說大不大 那但是 其實對我們年輕 一輩來講 就穿越的時候 這筆基金真的是很好用 我們去看 哪均根基金 ließen 去那均根基金 從極保護 節奏 越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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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